你去看 我只给你们引个路 好吧 我是你们的引路人 啊 小城BO1就雕刻啊 这应该是 练出大城了嘛 上来连女巫都不要了 东玄到现在都是 直接拿女巫的 雕刻不打的 BO2才会打雕刻的 BO1小城直接掏了好吧 掏出了自己的大宝贝 法宝雕刻 只能抓守门人了 这波 这波只能死追守门人了 反正守门人现在没人给他放板 也挺难受的 守门人在这遛的不舒服 说实话 也不能说想证明自己吧 这个东西是以赢为主 而不是证明自己为主 他一定是练了的 他现在虽然出去被打了 被拖了很久 但是他这边 因为跟着走了很久 攒了很多的雕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六个雕像不停的喂 守门人这边特别的难受 进不了板 有板不能进 那你看这边杀人就很快了 直接就是一刀夹一夹 那么守门人被逼出了第二个惨 伞性都没好呢 这个时间点待会打出来之后 守门人马上就要瞄倒了 打出来这一波 然后闪现 这个夹是啥意思 放歪了吧 无处 这边打出来之后 再一个闪现 守门人是死了 进不了医院的 这边不停的想干扰 多放几下 其实不应该 这边守门人还有意识的骗了一刀 这个位置是不打算打出来了吗 在这瞄 在这瞄想要夹出来 漂亮 瞄夹出来的话就血赚 但是这一刀A空了 但是 哇 没A死 本来是A死的 这样的话 闪现又空了 又没A到 那这样被遛了好久 感觉很亏 而且鸟已经可以看了 这个位置没有雕像 只能给鸟 给鸟的话夹不出来 很难受 现在又不能打 那这样的话就属于被遛起了 好伤啊 守门人现在有个过板加速 但小程手速特别快 每一个拍了板子都能抢 但这个板子没抢到 那么还是过板加速了 加速了拉一下距离 佣兵的遗产 佣兵的第二台机都快修亮了 先知也能修亮一台机 那边调酒师肯定也是能亮一台的 这边阵容选择 其实是防了一下女巫 结果他妈的被守门雕刻 把守门人给溜 很惨 这把人类是一个平均往上走 因为 因为佣兵手里有一台遗产机 不知道为什么调酒师修机这么慢 这调酒师在干嘛 先知看人都比他修的快 调酒师在干嘛也不知道 然后佣兵有一个小门地道点的 一个小遗产 所以说人类现在的话 机子节奏并不好 也是一个平均往 平均往上吧 人类是有平均往上的 但是佣兵这边感觉 想要压满救 佣兵这边不太想救的样子 已经被看到了 露了一下视野 但是没看到 没看到 这个佣兵在这晃来晃去的 但没露脚印 这边的话是确实是没看到 那很难受 这边因为佣 藏在里边 佣兵以为自己被看到了 所以索性直接出来了 但其实小生还在找 完全没有往左上方看 拖的还是很久 那这把人类是奔着保平去的 没有什么赢点 只救一次 不能救 不能救 不能救了 不能救了 因为救了的话 机子也不够 你是为了保平 那保平更简单的保平方法 当然是让他二阶不了了 对吧 因为闪现也交了 也没好 所以说现在 好保平的很 直接弹个护板 不太漂亮的一个操作 因为这边如果不弹护板的话 就没机会弹了 已经被雕刻逼近距离了 这边一个板 这个板子翻了 给到了二阶段吗 没给到二阶段 那这个佣兵死不了 这个佣兵是死了的那一刻起 最后一台机子应该是能亮的 不出意外的话 因为现在是始终是保持一个一阶段 杀佣兵特别的慢 如果英兵能散忽万 他现在在贪忽万 那这样的话机子亮不了 可能得派一个人救一次 直接船想要拼 二阶段想要融化人 能融调小师吗 有机会 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调小师调酒的话 是容易被打断的 二阶段砸一下就打断了 翻个盘吧 忘了 现在喝酒是会被打断的 所以说现在调小师也很聪明 也是直接不喝了拉倒 上了医院再喝 不然的话喝了也被打断 不如不喝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摊一下 喝一下 但是还是不打算喝了吗 还是不打算喝了 这个酒要留着打开门战了 因为开门战的时间 你没时间调酒 他认为自己能溜出这个时间 其实喝的话是能回 但是他这边不喝是给压力 给屠夫勾引 屠夫想追 不过屠夫现在很清醒 就是只打遗产机 边扔边往这边走 所以先知在这边晃的话 其实是不行的 得赶紧跑 因为他要走过来了 边扔风边往这边走 那调酒师就不得不喝 喝完了再调 其实不伤 外边再多修一台就行了 先知只要不秒倒遗产 只要被挂回来就好 先知可以死 但是不可以死在这里 不能死在这 得赶紧拉走 得多吃两个雕像 不能吃这个 哇 又想躲雕像 又想躲擦刀 果然是GG的那个短板点 抓他就秒倒 他其实可以吃雕像的 就只要一直吃雕像就好了 他的雕像数量是绝对不够的 他如果够的话 得用八个雕像 才能炸死这个满血的先知 他只要不吃擦刀就好了 就相当于 我当你是邦邦 我吃你八个雷 菜 真的菜 好在佣兵有个博命啊 可以捞走 但是这样的话 开门战就没有办法赢了 没有赢点了 因为佣兵得交忽二 这边调老师被看到了 但是佣兵已经贴连给压力了 他这个人除非不要 嗯 调老师走位很细 很会骗 哎 但是二阶段秒着 哎呀 我怎么一夸他 直接吃两刀 相当于被A了一下 还秒倒了 哇 自从我夸他那一刻起 他直接秒了 他本来挺秀的 但是秒了不敢挂 因为这个机子听起来 是一个满进度 佣兵过来给压力 他现在不把佣兵赶走的话 他不敢挂这个调酒 因为他感觉 牵过来机子就能压好 他现在很难受啊 他现在很难受 得攒攒雕像了 他现在很难受 得架这台机子 然后让调老师自己站起来 但调老师站起来的话 可以藏起来喝酒 还是能满起来 给这个机子压力 到时候就会缓解 先知的压力 不过先知这边 走位有点撑不住了 但是先知不是上挂死 所以没事 调老师站起来 即使先知被炸死 他也不敢去挂 一样面对这个尴尬点 就是他不敢去挂先知 他还得去找调酒 但调酒也很聪明 直接拉远藏起来喝酒 不休了 喝满再说 保平去了 佣兵有点瘫了 佣兵这个走位 贴得太近了 没必要贴这么近 贴得有点瘫大了 佣兵其实这个时候 应该去修三板 佣兵修三板 调老师直接过来抢鸡的 因为这个鸡的 怎么又回去了 调老师 这边抢一下 小城是真的没看到的 这调老师在干嘛 聪明反背聪明物 他觉得调老师 调老师觉得小城 已经意识到他了 他自己就走了 其实可以压好 先知是没有自愈的 这是一个伏笔点 但是他现在管不了先知 他得管一下 这两个人给这台鸡子压力 其实这个人走位挺好的 你可以看到他会骗雕刻 他会贴膜骗雕刻 佣兵是不管了 佣兵上头了 直接投铁过来冲 冲过来想要给鸡子 这个走位很细 佣兵这个走位 还行 三下躲了一下也不亏 佣兵这个走位很细 不亏 这样的话压好了之后 得等佣兵掉血 然后再点亮 不能着急点 这样的话 其实先知那边已经修很多了 两个人在这边拖 先知修很多 条小师也不敢过来压了 条小师还敢吗 条小师他妈没死过 狗胆包天 还是吃了一刀 而且他现在是没有一刀斩的 没有一刀斩 条小师有一个烈酒 这个烈酒得赶紧喝 不喝没机会了 他这个走位就不打算喝了 打算卖自己了 这把 不能喝了 不用喝了也 佣兵赶紧走 他现在绕一圈 把小城骗一下走地道了 现在直接往地道点冲 往地道点冲 没机会了 完了把自己拍里了 刚才应该直接冲的 刚才直接冲走地道了 他这不是把自己夹死了吗 架住了 刚才是小城没 没雕像 没雕像 还是能冲 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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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才直接冲也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是一个 没有雕像的十几点 还是三出 小城这个 雕刻家玩的 其实 急 卡错位置了 小城卡错位置了 小城应该怎么卡呢 银卡卡子的前锋 你们还记得吗 推了三个小闪线 小迪祭司在这个狗的位置 狗点特别的好 能不能意识到 这边插眼可能是插不出来的 插眼插不出来 他会往木屋后走 这样小迪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小迪就出来了 他不回头 他在防范很家 他这边找草丛 那小迪就无伤进医院了 可以啊 从废墟走医院就行了 果然皮皮虾 这边的话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只能换点 其实如果这个位置 狗的特别胆大 如果有意识到 找到了的话 是会直接瞄倒的 这边扔了一个雷是干嘛 刷着玩 反正已经是五六个了 这边插一个眼 能不能排到先知 很关键啊 这个眼 没排到 没排到很难受 看到了墨地 废墟在抖动 可能是要往废墟走 这个雷 好伤啊 这样好伤啊 两个眼全都是无用眼 不过这个眼 小迪直接打动自己出来了 这波讲道理 直接开局秒六鬼 本来点挺好 为什么要吃炸 这个走位很细啊 一个三连弹 就那么一个缝隙 被小迪给躲到 那接下来开始拼 二连弹 三连弹 躲掉了 漂亮的一个走位 只吃了一刀 就进医院了 好秀啊 这波优秀啊 小迪 不过先知得让点啊 那其实机子的话 只有拥兵和前锋 在修得很舒服 但是被套路到了 皮皮虾这边套路 哎呀 小迪完全是被套路到死 但是好在还有一颗洞 还有一个洞的话 这样还能拉距离 上楼上不了 只能选择翻窗 这个位置三连弹 怎么说 看一下啊 已经没有洞了啊 但是手里是有鸟的 强行上楼下楼 无限六 拥兵的机器开局秒修 没受到任何干扰 已经修亮了 这个位置没有打动 没有打 没有扔炸弹的点啊 非常的难受 这炸弹能炸到吗 哇 这炸弹能炸到 给一个鸟 直接一个三连弹炸出来了 炸出来但是想撇定人炸弹秒 但是有点骗自己 这个定人炸弹扔太慢了 这样的话还能溜 还能上楼再溜 这样的话 马上洞就要出来了 又一波套路 不过这个板子是没有踩的 套路没有用 它的套路好秀 但是没有用 很秀 但没用 这波一个二连弹 看怎么说 没有补到 好伤啊 那这样的话 溜了很久 也就先知机的慢一点了 这把皮皮下 应该是要平局了 炸弹自己撇的有点捞 小迪走位比较好 插一个也没有任何意义 扔一个炸弹防一个撞 那这样的话 没有防撞救 其实应该在椅子那儿 扔一个五秒雷 会不会好一点 那这肯定直接撞救了 卧槽 完美撞救啊 这边的话 愤怒也没拉出来 而且好像没怎么点啊 感觉这个撞救 不是很大的球 但是前锋拉了一个大球 空了 然后还被炸了一下 伤 这样前锋 这个距离还得拉球跑 不然给到二阶段了 这边二 我在说什么 这边二连雷 漂亮啊 躲了一个 然后拉球防了一个 所以说没给到二阶段 还不错 前锋的操作很稳健 非常的细 怎么感觉好像 还是让他撞救呢 不太可能了 因为机的完全不够啊 这个人基本上卖了 珍珠你要干嘛 不要带着你的冒险来害我 走开 充满了诱惑的猫咪 踩我鼠标 傭兵这边被地人炸弹扔了一下 记得不够吧 傭兵能救下来 前锋是能亮 但是仙真那台怎么亮啊 仙真那台亮不了啊 咔咔子这边博弈了 旋风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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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完了 咔咔哥没救下来 救下来机的还真就够了 但是这个皮皮家的帮帮环节 他妈的有点屌啊 讲道理帮帮手势始终有自己的环节 所以说前锋撞救反倒没那么大压力 你看真正的压力 其实给到的是佣兵 但是咔咔子今天佣兵也没站起来 这个时候还想救一下吗 哇 这样的话这个频率直接扯 他妈的可能救不下来啊 哇 直接扯救不下来 哎 救下来了还行 那这样的话前锋可能秒倒 不过这一刀出着急了 那前锋有博弈的空间 博弈的空间 手里边是没有传送 这个眼已经砸不出来传送 没有传送 即使秒杀了前锋 这把也是一个平局 前锋怎么不拉球啊 老乖看有薄命 这边想瘫 这边想要瘫了 但是屠夫很聪明 不让你点门 这边插了两个眼 那点不了门了 OK卖了宝瓶 皮皮虾的帮帮手里保个平 其实已经是赚了 因为小迪这把溜得很好 如果咔咔子能救下来 甚至有机会赢的 可惜了 这又是什么 卧槽 又要玩这招 没必要 大门根本没开 翻得上吗 我讲道理真没必要 你这样玩 人类反倒想去开大门 真的 他这样一直刷 有啥意思呢 不太懂啊 他转什么呢 这个帮帮载 刷数据嘛 刷数据玩 可以刷数据 油炸九半仙 我操 可以 这边强行刷了一首数据 真不要脸 因为他的军工厂雕刻 抓人有点 他是属于把人喂死的流 抓人比较没有自己的精准度 他是斩雕像 然后就扑 扑过去 总有那么一批 能把你打到的那种感觉 四次五直接挂了 四次五直接出来溜了 干扰 但是四次五是会溜轨的呀 四次五在这张地图乱几把跑 脚印都跑丢了 找不到的 哇哈 你看 他 哇 所以我说我预测三跑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预测三跑就是三跑 绝对是 因为我对这个屠夫有一定的理解 有一定的认识 再加上他这种牛仔 我说实话 迈克教练屠夫 他虽然说厉害 是厉害 这边在这展雕像了 雕像已经很多了 准备要扑了 夹到了一下牛仔 好像有一个路过的夹到牛仔了 在采反的时候牛仔揍了一下 好伤 这样的话只能勾人黄 人黄太近了 不能勾 勾前面的那个了 但是冒险家在这块有块草 军工厂的草是真的多 还想坐下 完了 这一个超长车 完了 追不上了 跑得比屠夫还快 不过还好 特别牛逼 后边怀了一个黑的 把它截回来了 这个就很秀 但是还能坐车 让他不敢坐了 这边已经慌了 不过已经带屠夫跑了一圈地图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先知 不知道为什么拥兵前锋的机子 修的这么慢 这把前锋怎么没修机 这是想想A闪 回头A闪 漂亮的一波A闪 不是这个机子不对 讲道理 这45不是带他跑了一圈吗 拥兵都快亮了 闪线雕刻的话确实不好遛 拥兵都亮了 这前锋这把没修机 这个机子大问题 不是你赢的点 拥兵亮了 赢的局 闪线吃了 拥兵亮了 怎么输 牛仔还能二溜 关键 关键这个机子 这个风 这个风想丢帽眼家 然后丢捞了 反正他就不太会玩 你知道吧 那这把这些又保平了 无伤偷 居然放走了 无伤偷 这波直接挥边 直接挥边 小木有板 还能二六 没闪了 那就抓不到了 完了 你看他的屠夫 给机会的一 给机会的一 有平局了 都拿不到 好伤 出大事 出大事 没雕像了 现在是个厂长 难受 怎么不回番 牛仔 想要直冲 四合院帮忙拍板 进来了 完了 还能再绕回来 绕一下回来 别右转 右转就是等死了 别右转 右转是靠自己 左转还能再帮忙 拍前锋来了 枯草机子亮了 之后站出来了 这个时候无限帮撞 牛仔进无地方 六一万年 好吧 没有这个伞 就是抓不到 你看他的雕像 根本就炸不到人 前锋又来了 我吐了 完了 完了 三出了 前锋这种局 肯定不做人 没啥好 没啥好说的 撞就是了 待会再撞救一下 慢家已经亮了 拥兵这边卡一会就行了 不用撞救 可以卡一会 也可以慢家过来救 慢家手里边是有输的 这边逼的太远了 前锋还是能过来跟着球 看一下要不要过来 不跟球 不敢跟球 求了一手稳 因为佣兵的机子只差 半台不到了 拉地亚四那就撞救了 卡强 有没有快摇 好像能摇下来 这边直接偷袭撞 偷袭 我69岁的了刁客 这刀还打不到他 想炸还没有二阶段 好气 一刀抗A来了 直接点亮 四个人满血 没有一刀斩 没有闪现 三跑起步 求四跑 2比0拿下 Miracle 这边 二阶段 终于刷出来了 开门站刷了个二阶段 这边的话不停的往 往这边溜 在阶段里溜 但是不能被砸 现在手里没雕像 砸不到 砸不到 得赶紧闪A了 但是三星A15 没打照 没有二阶段 不够了 三个人只能往外冲 没有雕像了 没有雕像 只有一个 急得要死 但是冒眼嘉 为什么在小门啊 但是他太急了 导致自己的雕像 没有办法挪出来 这个冒眼嘉 能不能拖住 没有二阶段秒诈 只能一段夹一下 能夹到吗 没夹到 完了 最后一次 嘿 最后一次机会 完了 哇 真的是当你面儿拉屎 真的 当你面儿拉屎 四处 还不如上小城呢 因为我知道 这个突破的 手挫能力 其实他打得好不好 你大概看一局两局 你心里就有一个数 就烧血 甚至可以开局 都这么玩 我跟你们说 极端一点 开局杀了戒尸 不挂了 直接往角落签 往第二次签 然后打 打打 一直打 这么打 当然了 没必要 就说这个意思 就折磨 可以折磨 他这边撞到了牛仔 撞牛仔 他带的是闪线 他带闪线 其实赚的是打儿子 但他带闪线 杀牛仔 可能会出事 不过这个牛仔 是九半仙的牛仔 熟练度不一定够 这边牛仔 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拉 哎呦 熟练度确实不够 没有找到 满 满 这个叫什么 满边被打了一刀 那闪线还没好的 闪线还有30秒 这个原生闪线码好了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拉不起来 足够的时间距离了 没有带他跑起图来 反倒是被他夹死了 这个就很伤啊 很伤 这边是能拉一个边 加一个小速 但是没用啊 这个时间刚好闪线好了 刚好闪线好了 刚好是他的鞭子空档期 这边是一个A闪 哇 秒倒啊 60秒钟准时倒地 算是一个秒倒怪了 因为他们这把得四跑 这就已经四跑不了了 这就已经不可能四跑了 这边拉超距 想要把牛仔挂回小木屋吗 想要把牛仔挂小木屋 然后牛仔的寄生 想要卡一下前锋 这边还 卡一下前锋 卡一下大门 这边直接一个A闪恐惧震射 杀死娃娃 这个娃娃并没有意识到啊 还能瞬间寄生一下 小木屋角落的这个人 很伤 现在人类已经崩了 打完 闪线打完了之后 还能拉回来 打完了之后 这个寄生还拉回来了 还能守时 这边的话还得派守门过来救 很难受啊 非常难受啊 这个牛仔看一下能不能二六吧 这个走位二六不了啊 刚抬边就死了 很伤 这边原生拉过来 还能干扰一下佣兵 佣兵这个走位没有及时贴墙 还行啊 贴墙了 贴到墙了 这样的话还能 还能 不吃刀还行 嗯 佣兵自己捡了盘子 这不是大食物吗 这个盘子为啥不让守门人捡 然后给佣兵削啊 佣兵怎么自己捡了一个盘子啊 这 啊 守门人原来也有一个盘子啊 这边想要偷偷的去原生 偷偷一下 去偷袭一下 偷袭一下69岁的小女老师 但是小女老师反应意识特别强 不过这个边就得有一个短板博弈 这边是 哎 被双包了呢 博弈不了了 这边即使砸晕了也没用 反倒没砸晕 还抽了一刀 伤啊 戒尸这边机子也休不了了 血渣 原生还要再去赶戒尸 然后戒尸一直是个废人 现在佣兵得赶紧过来给压力了 这个节奏点拉得太乱了 迈克 现在还有舞台机呢 关系朋友们啊 这个节奏已经要哭了啊 这边赶紧寄生一下 啊 佣兵已经被寄生过了是吗 再脸上笑 卡血线 不让你卡 直接逼救 直接逼救 无脑被自己卡住 那这样的话 牛仔有没有机会再溜一会儿呢 前面有没有板子让他勾 没有勾啊 牛仔不好溜 这边牛仔的寄生拉超距 勾到了一个板子 这边有个短板博弈 怎么说 哎呀 还行 还行 我以为这边牛仔撞两了 原来是盘好了板子反翻 那还行 但是这个翻窗可能会被打死 这个翻窗打到一个隔窗刀 血亏 原生直接拉走就行了 因为寄生已经跟过去了 原生直接拉超距 重新再寄生一下佣兵 牛仔的寄生自己挂 他不着急寄生佣兵是为什么呢 他是想偷袭 没有 他还是要寄生啊 我以为他想偷袭呢 原生牵 原生牵牛仔 然后超距拉回来 为什么老是这么玩呢 那这样的话 不是断原生的超距吗 原生的超距又断了 这样的话赶佣兵 场上还有四台机 无敌防是一台遗产 计刑师什么都没干 现在刚被摸好 两个人刚好补好状态 佣兵只剩一个护腕的 可能会续上节奏 其实可以切一个隐身狗 直接把佣兵杀死 这个节奏 其实赶紧杀个人 反倒就直接就赢了 佣兵的寄生超距 然后自己原生本体也超一下距 这样的话 佣兵如果能切个隐身狗 直接把佣兵摁死了 不过也不着急 他只有一个护腕 其实也不用切 拖一会就行了 这个位置佣兵得弹了 这个时候佣兵就得弹了 非常难受啊 弹了还吃刀 妈咪啊 那佣兵的寄生都没停 自动就能过去挂佣兵 还能去守机子 闪现还能切任何东西 无敌 这把是一个四杀局 比如BO2放女巫 真的是离谱啊 先知没有 六不动 前锋没有 不能撞旧 偷偷地藏在这里一手 小迪老师不知道 能不能意识到 这边没有意识到 直接突然站出了一个A闪 哇 秀的一 分他妈果断 这样的话 直接寄生一下技艺师 这个技艺师又是一个废人了 那么就可以专心的回去守佣兵了 其实他有点想秀啊 其实PPR有点想秀啊 稳一点的话 就等小迪自己走过来 然后切个延伸打一刀 闪现不用交 但是交了也没事 因为这个角度太好了 他想秀 那就让他秀吧 这边佣兵跑不掉 佣兵没有技能了 他还是想打出这个铲子 想摊 但是打出来 佣兵可能就能跑掉了 来这边回来看一下 佣兵没敢走 这个位置是一个A闪 秀的一 可以寄生一下守门人 让守门人废掉 寄生守门人 佣兵死一场 然后原生 原生往这边拉超距 然后技艺师的寄生 这个时候就可以管一下 让技艺师恶心 这是一个厮杀局啊 乱厮杀 这边守门人的寄生 也追赶一下守门人 然后技艺师那边 技艺师还可以杀技艺师 技艺师这个位置 跑不掉了 废了 娃娃还想去摸起来 一波骗自己的行为 牵起来自动走路 看一眼技艺师的寄生 准备杀一下技艺师 还能多踩一个板 被削掉了 被削掉了 可惜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一下 什么人的寄生 看一下什么人要干嘛 要收最后一台一审击 直接过去守 然后蛇切一下 寄生一下佣兵 这把就是四杀 不继承佣兵吧 直接过来抢 什么人死了就行了 补不回来呀 可以切失常啊 随时啊 随时切失常啊 补不回来的 你看 甚至踹了一脚 不做人 不做人 这边绕到后边 佣兵是能救起来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一波四杀 不影响四杀 没有区别 啊 鞋舌尸怎么跟佣兵 走在一块还摸一下 是已经准备投降了 不玩了这是 这是不想玩了 这是 等头了 可以结束了啊 排位时间都没到啊 必须要自跑的决 这往往会带来一种悲壮的感觉 对的对的对的 因为 为什么呢 他如果说想去 只能不想你露出更多的机会 你必须要停止 必须要救 是的 那我们最终也是 恭喜机器